金芙兰 善良 麻木 向往自由美好 海源 冷漠 世俗 自私自利 在首尔生活的银行支援海源 卷入一起凶杀案 害怕招来事端的他选择默不作声 然而祸不单行 海源与同事发生摩擦 领导以休假七天为理由将摩擦做了冷处理 无奈之下 海源回到旧时成长的孤岛 期望在那里寻求心灵的安稳 故事就此展开 金芙兰是海源小时候的闺蜜 两人关系十分要好 海源归来让金芙兰十分高兴 他甚至主动承担了海源的日常起居 然而 长期脱离社会的芙兰 生活过得并不轻松 又要忍受丈夫不时的家暴和姑姑的苛刻 在多次逃离失败之后 金芙兰最终选择命来顺受 独自承担这份孤寂与苦痛 而海源的到来却打破了芙兰内心的平和 他以为海源此番目的 是为了旅行带他出走的承诺 芙兰丈夫万宗 婚后一直明目张胆地进行调剂行为 在一次性交易之后 禁于美兰怂恿芙兰逃跑 鼓励他远离这样苦不堪言的生活 这个桥段是全篇最能打动小编的地方 小编以为在所有人都对芙兰的苦痛 选择漠视的时候 来自边缘职业者的鼓励 反而更能展示来自人性美好光辉 面对美兰的劝导 芙兰显得有些犹豫 但是这样的犹豫并没有维持多久 在无意中发现账无万宗 对女儿小燕存在右肩行为之后 忍无可忍的芙兰向海员求助 让她带她逃离 求助无果的芙兰 不得不将希望转移向妓女美兰 逃跑的过程并不顺利 东窗事发之后 不仅芙兰遭到丈夫的毒打 连美兰也无法逃过一番民辱 为了阻止万宗殴打芙兰 女儿小燕在保护妈妈的过程中 被圣怒之下的万宗失手杀死 面对调杀人员的质疑 万宗一干人等 试图将责任推卸到芙兰身上 百口莫辩的芙兰 向了解事情真相的海员 投去求助的目光 而海员却以 我当时在睡觉抹杀芙兰的希望 失去女儿和闺蜜 依靠下的芙兰行为开始出现异常 变得沉默寡言 终于所有的仇恨都在炎炎烈日下 和村民欢声笑语中爆发 芙兰举起了手中的镰刀 在相继杀死三名村妇之后 被仇恨蒙蔽双眼的芙兰 将镰刀举向了姑姑 小叔和账户万宗 芙兰试图通过疯狂的厮杀 来宣泄内心的仇恨 芙兰的举动让海员十分恐惧 他不顾一切的要逃离 在抛弃了同被追杀的难友之后 海员也如愿回到了首尔 在杀掉所有村民 谨慎精神不正常的恼人之后 芙兰终于第一次跨出孤岛 看见了外面的世界 海员与芙兰在锦鼠相遇 为了躲避芙兰的追杀 海员不得已躲进锦鼠拘留室 而在取钥匙开拘留室铁门的过程中 芙兰的仇恨被信物树敌冲散 曾经与海员相处的美好 让芙兰神志得到清醒 为了追溯心中的美好 芙兰要求海员再次吹响儿时的歌曲 而海员却用他们的信物树敌刺向芙兰 回到家中的海员 看到过去没有拆封的信件 得知很早很早以前 芙兰多次向她求助 希望她能带她逃离苦痛的生活 最终海员选择站出来 指证凶杀案的凶手